大家好 我是狗哥 今天咱们换辆车 比亚迪的纯电的 一辆轻PLUS 它这个是纯电版本的 方向盘跟我的都不一样 果然这个开纯电车的老板都比较好很 空调都是吹冷风 吹最大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把它这个车来试一下我这个7000瓦的充电枪 看能支持最大能不能支持到7000瓦 然后我们现在用比亚迪7000瓦的充电枪来充一下这个车啊 看最大能支持几千瓦 然后现在功率开始慢慢上升了啊 慢慢上升 把空调关了 现在我们把空调也关了啊 就是车子发起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功率达到了3.8千瓦 现在达到了4.4千瓦 看等下会不会升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跑了26000公里的这个比亚迪秦plusEV他的车胎情况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边的轮胎啊 这个很奇怪 我感觉这个这边他这个右前方的轮胎啊太花 比他这个左前胎的还要还要深一些 那我问了一下车主 为什么右边的车胎纹比较深 是因为他已经抱台换过台了啊 原来是这个原因 然后现在我们把车熄火 看这个充电桩最大能达到多少 其实这个充电桩的功率啊 是受很多方面影响的 并不是说他标7千瓦 你接上就能充7千瓦 但现在啊 我把车已经熄火了 然后他的功率又降到了3.7啊 可能是因为我那边又开了一个空调 所以说他的这条线路上的家用电器也会影响他的充电功率啊 他这个车的类似啊 除了这个方向盘 跟我们的有点区别之外 其他是完全是一样的啊